I only call you when it's time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童童 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这两年买到的一些vintage的单品 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真的是vintage vintage 属于中古的单品 然后另一类呢就是属于二手的 没有那么有年代感的单品 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我买到这些vintage的单品呢 主要是来自两家店 其中一家呢就是大家熟知的The RealReal 然后另外一家店呢也是属于机缘巧合 他们在instagram上面找到我 给他们拍了几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说到这个照片我就觉得欧美的化妆师 他们给亚洲人画的妆真的是一言难尽 跟我平常画的妆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这家店呢现在目前只有网店 然后之前他们有一天是pop up store 是那种快闪店 他们之后也会再办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或者去关注他们的instagram 我在他们那次pop up store里面买了很多的单品 都非常的好看 所以呢让我们快点开始吧 首先呢是一条小黑裙 这条小黑裙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年纪了 因为它这个标签看起来就已经很旧了 感觉是有一定年头的一条小裙子 因为它的版型呢也是非常复古的这种挂脖的领子 它从正面看呢稍微有一点像一个围兜 像一个小围裙 然后它这挂脖的地方呢还是有一个松紧带的 这条裙子的上半部分是属于有这种鱼骨的结构的 所以这条裙子上半部分它就可以给你撑起来 它的裙摆的部分呢是里面有一层纱的 所以这条裙子的下摆呢就非常的有体积感 这条裙子的面料呢是属于它上面有刺绣的这种小花花 然后这个花的面料呢还是这种有点丝质的反光的感觉 但从这个面料来说啊 我觉得这条裙子就是质感非常好的 然后因为这条裙子它没有标签 所以我在问他们这条裙子多少钱的时候 他们就说 那就送给你好了 Only for me 瞬间身份互换从给他们打工变成了我是他们的客户 然后我给这条裙子呢搭配了一个非常复古的玛丽贞的高跟鞋 是叔叔铜的 然后里面呢还穿了一个白色的小袜子 一个对对袜绝这样子看起来就超级可爱 然后这个大罗贝呢也非常的性感 接下来这一件呢同样是来自Select Vintage 淘到了一件男士的Polo卫衣 这件颜色我就很喜欢是一件灰紫灰紫的感觉 然后这一件是超级oversize 是4XL 我给他下面搭配了一条小皮裙 然后还穿了一个丝袜 但是呢又在外面套了一层白色的对对袜 鞋子呢搭配的是一个黑色的loafer 觉得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美式校园复古风 这件衣服就很有那种Vintage Jojo的感觉 外面这一层的面料是这种有一点颗粒感的浴巾的感觉 但是里面是光滑的很舒服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口袋 但是这个小口袋里面的内衬呢是一个白色的 领子的部分呢也是这种深紫色 这件就是属于那种松松垮垮的男友风的类型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舒适随性 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个Rof Lauren的一件shirt 这件衬衫的蓝色啊就很像miu miu他们最新一季的蓝色衬衫 我觉得可以当做miu miu衬衫的平T 然后给他搭配的这条半裙呢也是我找到的miu miu半裙的平T 它是来自the frankie shop 这套裙子真的卖的很快 经常没有货 我是点开了他们如果有补货 就会给我发邮件的那个提醒才买到的这条半裙 这条半裙就是赤裸裸的借鉴了今年miu miu风 首先它是一个第一腰 但是它的设计呢和miu miu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这个裙子是一个不对称的感觉 一半呢是折痕比较多的这种白折 一半呢就是比较宽的白折 说实话我更喜欢这种不对称的设计 虽然它的质感肯定没有miu miu的好 但是像这种流行元素啊 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后就会成为时代的眼泪 因为这件衬衫的蓝色真的很漂亮的一个蓝色 我还非常喜欢用它当做西装里面的另外一个层次 觉得叠穿在西装里面也是非常好看的 或者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直接当一个外套穿 就有一种effortless chic 毫不费力的时髦感 还有一件想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身上这一件非常宽垫肩的西装 这件西装促进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这种像皱纸一样的肌理效果 颜色呢是一个米黄米黄的 版型也是超级oversize 像这个肩膀都到哪了 显得我的头真的巨小一个 我的肩膀其实本身只是到这儿而已 它直接加宽了三分之一 这一件我觉得它原来的主人应该是一个男身 因为它这个肩肩真的有点过于大了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西装的一些细节啊 让我觉得它是一件男式的西装 垫肩多大我的气场就有多大 这件就是一个非常霸道女总裁的look ok 接下来这一件呢 它应该不是一个vintage 它就是一个算是二手的 是这个牌子叫Chicos 然后这一件它的纽扣居然还在上面 所以我推测它原先的主人应该是没有穿过它的 这件西装呢就属于一个动物纹 然后它没有那么oversize 就是属于一个版型比较合身的 然后有微微收腰的感觉 它的这个动物纹呢有点像是类似蛇皮的感觉 然后搭配上这个棕色我就感觉 它虽然不是一件中古的西装 但是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复古风 它这里面呢微微有一点小垫肩 就可以让我这个肩膀看起来更平 跟直角尖一点 这一件我觉得春秋当一个薄外套 就是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两套呢就是属于 我在The RealReal买到的宝藏级的单品 我自己觉得是宝藏了 首先是这一件Prada的羊毛外套 这一件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 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一看它的价格 怎么才200块钱 The RealReal他们品尝的价格其实都还挺贵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标错价格了 200块钱的Prada羊绒外套 还要什么自行车 这一件它的风格呢就是非常的淑女 然后大小姐的那种感觉 我平常的风格其实很不一样 但我就是一个格子控啊 我就看到这种格子就停不下来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看的蓝色 主要是它的扣子好漂亮哦 它是这种珍珠贝母的扣子 然后扣子的质感摸着也是温润如玉 就像我这个小贝壳上面的材料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淑女的感觉嘛 所以呢我就在下面搭配了一条 这一个蓬蓬裙 实在是找不到搭配它的单品 就觉得这条蓬蓬裙还稍微合适一点 拿它搭配一些裤子啊 都不怎么合适 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配套的短裙 就是同样的蓝色格子 这样一套穿起来才比较合理 因为它是这种很收腰很女性化的这种剪裁嘛 就很像那种总统夫人啊 然后很端装 非常有礼仪 然后穿着它就得端着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目前我还没有穿过它出门 就找不到一个非常好搭配它的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压轴出厂的 这件真的是我的一个宝藏 我也是在The RealReal Soho的那家店里找到它的 它是我在进RealReal逛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到的一个西装套装 然后就在我拿着它看 然后准备试的时候 他们的店员小姐姐跟我说 这一套是Beyonce寄来的 我就问他 我说真的吗 我的天啊 然后那个店员小姐姐就跟我说 他说真的真的 这一套就是Beyonce寄过来买的 它是属于一个46码很大的size嘛 Beyonce它也是比较大码 比较丰满的类型 所以我觉得可信度还蛮高的 而且它毕竟是Vuclair本人 在试的时候出的一套西装 所以就非常的有收藏价值 然后我就好激动 我马上就说我想要买它 但是他们突然跟我说 这件在网上已经被别人订了 如果这个人24小时以后 没有付款的话 他就再打电话给我 我性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然后我就很沮丧的回家等电话 结果他们也没有再给我打电话的呀 我就以为这套衣服和我就没有缘分了 然后我就回家在网上一看 这件衣服不是还是available的吗 我就即刻下单 然后第二天去店里去 是我的中规还是我的 谁都不要和我抢 它是真的是一件Vincennes 它是一个90年代 1990年出的一套 它原价要卖1200 它居然还半价出售 What the heck 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也不便宜 捡了个大贵 捡了个大宝藏 One piece 这一套因为它是一个套装 所以它裤子啊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大 外套oversize一点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裤子就实在是没有办法穿 所以呢 我就在后面夹了一个小夹子 然后准备以后 哪一天有空去给它这个腰 去裁缝那里再修改一下 这一件的版型啊 就非常的Mugler他们经典的这个收腰 然后大领子 Mugler就不用说了 就是大师 它以前的秀场啊 就感觉是艺术盛宴 我觉得这一件就可以列为我的传家宝 我都不舍得穿它 我要把它供起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快时尚真的是对这个地球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污染 所以现在呢 我也希望自己少买一些快时尚的单品 如果要买也要买一些可以穿很多年 然后质量过关的那一种 然后买vintage装骨二手这些单品呢 也是一个二次循环利用的概念 虽然我还是会首养买很多快时尚的单品啦 但是我在尽量控制我自己买一些实穿的 然后不会洗一次就穿不了的那种 所以呢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注重环保起来 OK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请大家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你们最喜欢哪一件单品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